上将和总警舰相比,到底谁的级别更高? 大家好,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上将与总警舰 在我国,当下军队系统中最高的衔级是上将 警察系统中最高的警舰是总警舰 因此,在坊间很多人就自然地认为 上将军衔和总警舰警舰是对等评级的 但实际这么说,却并不准确 尽管两者都是各自系统中的天花板级别 却并没有可比性 因为警舰或军衔代表的是衔级 而不是直级 只有在各自的系统中才能起到区别上下级关系的作用 并且通常衔级是依据直级配法的 职位越高,所对应的衔级也就越高 比如在解放军中 军官的军衔被分为三等师级 最高的是少将,最低的是少尉 另外,还有一级军事长到下市的七级士官军衔 以及上等兵和裂兵两个士兵军衔 总共的军衔级级别有19级 而警察属于国家公务员,没有官兵之分 从最高的总警舰到最低的二级警员 分为五等十三级 另外,还有间隙警员和警校学员 因为没有正式的工作关系 严格来说并不能算在其中 所以也可以看出 军衔和警衔二者之间是无法一一精确对应的 国家也没有明确的出台相应的对应关系规定 所以通常军衔和警衔之间的对应关系只能是粗略的 并且,解放军属于现役军人 警察则是政府行政单位的公务员 是通过两条线分开管理的 两个系统也一直互不干涉 军队负责国土安全守卫和对外作战 警察则负责对内治安和社会管理 所以,军衔警衔不具有互通性 既是军地分治基本原则所决定的 同时,在基层警官和中下层军官的工作中 也不会产生影响 因为这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工作交集 即使有也是通过上级部门来协同 于是,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 国家行政单位,特别是警察单位高层 和军队单位高层之间 就不可避免产生交集 此时,军衔警衔之间的高低关系 如果没有办法很好的对应 似乎就会产生麻烦 但其实完全不用担心 正要比较警衔和军衔 则要从他们的职位下手 职位的不同带来了职级的区别 有了职级,就有了可比较的同类项 上将和总警舰也就可以进行比较了 但情况却远比想象的复杂 为什么解放军上将不一定比总警舰直级高 即使将军队的上将军衔 和警察的总警舰警衔 都拉到直级上进行对比 也依然需要落实到具体职位才行 因为像是上将军衔 就会被授予不同直级的军人 从中央军委副主席到中央军委委员 以及之下正战区级的军官 都会被授予上将军衔 很明显是自上而下的三个不同级别 涵盖面相对较广 特别是正战区级 指的不光是五大战区的政治司令和政委 还有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政治工作部主任等职务 都是正战区级别的 相比之下 总警舰在国家行政部门的警察系统中 就相对简单明了 就只有公安部和公安部门的部长会被授予 全国能够拥有总警舰警衔的也只有这两人 不过这并不是说总警舰在直级上就是正部级 比如因为公安部的特殊性 公安部部长都是由国务委员接任 而国务委员的直级是副国级 所以像是作为公安部长的总警舰 理论上就要高于和正部级持平的政战区级上将 但是和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委员的上将相比 则另当别论 一般来说 中央军委委员和国家层面的国务委员级别对等都是副国级 此时公安部长的总警舰就与此类上将级别对等 而且非常经典和巧合的是 国防部部长也是副国级 并且由于国防部既是由军人担任各个职务 又是国务院的下设部门这个特殊性 国防部长便既拥有国务委员的身份 也拥有军委委员的身份 两个身份都是副国级 同时也就出现了国防部长和公安部长都是高配 级别又都相等的现象 除此之外 军委副主席明显要高于军委委员 其上将军衔的含金量也就高于总警舰 但理论上还是属于副国级 总的来说 目前我国总警舰警舰 根据其授予的公安部长职级来看 既可能等同于上将军衔 也可能高于或低于上将军衔 关键点就在于 被授予上将的军人 担任的职务是高于等于还是低于副国级 不过设置军衔警衔的主要目标 并不是为了方便二者之间的相互对应 而是为了方便各自的内部管理 设置军衔警衔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军人和警察在工作中产生交集 又该谁指挥谁 其实在军队和警察系统中 没有军衔或警衔并不会影响体系的运转 至少从红军到八路军 以及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军 都没有正式实行过军衔制 依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而新中国成立前后 开始设立的公安部队 也就是后来的人民警察 很长时间内也没有实行警衔制 但同样出色的完成了 从剿匪到抓捕敌特的各项任务 这是因为在军衔和警衔制下 移赴的是军队或公安警察系统中的职务 只要有上下级职务就有领导体系 就能够正常运转 而军衔警衔更像是一种荣誉 是一种级别的外化表现 虽然这种表现是否存在 并不直接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转 但是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 付出血汗的军人和警察 也需要得到相应的肯定和荣誉的彰显 同时军衔警衔的设置 也能够起到激励的作用 因为除了荣誉军衔或警衔 还会与津贴待遇挂钩 无论是军队还是警察 都会有相应的职务津贴和军衔警衔津贴 此时军衔或警衔 就成了发放相应津贴的标准 所以拿军衔和警衔进行级别高地的对比 其实意义不大 实际到具体的工作任务中 两者之间也并非可以相互隶属的关系 很难说谁指挥谁 通常都是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 所谓的指挥 其实也就是得到对方的配合 实际的调动指挥权 还是在各自相应的上级单位 比如说最常见的配合打击犯罪行动 出动的解放军或武警 并不会自己单独决定作战方案 肯定还是会根据警方破案的需要 在统一的指挥下配合行动 当然 具体的调动命令 还是会由部队领导下达 并且一定会组建临时的统一指挥部 而解放军在出动 进行救灾行动时 和地方政府之间 也是同样的道理 不过如果出现战争 则是另一番局面 将警察作为拥有武器的准军事力量 面对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实行战时紧急状态的时候 就需要配合军队作战 作为补充力量 接受军队的指挥